外国有一名男网红奥利伦敦 曾经在2013年短暂居住在韩国 他无意间看到BTS的表演 因此深深着迷于成员志敏 据外媒报导奥利伦敦为了想更像韩国人 他花了8年进行20次整形手术 总花费了大约695万台币 他也表示因为对志敏的爱 让他找到对自己的认同 而今日他又说觉得自己还是不够韩国 所以决定进行下体缩小手术 让自己能完全符合韩国人的长度平均值 不过这段话一出 让许多网友认为未免也太极端了 而且非常不尊重韩国人 就算把下体器官变小 还是不会让你变成100%的韩国人 不过针对网友的攻击 奥利伦敦则回应希望大家适可而至 他有自己身体的自主权 且他也没伤害到任何人 大家不应该因为这样而攻击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